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杜宾犬 只能是帅 用四个字形容暴力免学 今天我们来巴一巴这位帅气的狗中西装大佬 杜宾属于盟犬和护卫犬 他的诞生是因为被需要 19世纪末期 德国收税员跟民众之间的关系很僵 基本处于对立状态 一位叫卡尔·弗里德里希·路易斯·杜宾的收税员 想培育一种狗 来陪自己工作并保护自己 随后他以罗维纳为基础 掺杂未满猎犬和灵皮犬等多种狗狗的基因 综合培育出了杜宾犬 注意杜宾是中大型犬 成年雄性肌肉感强 非常有震撼力 体重能达到90斤 因为帅 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杜宾 甚至很多女孩子想养 但都在纠结于杜宾到底能不能养 好不好养 今天我来回答一下 目前杜宾分两种派系 一种是德系 一种是美系 德系杜宾保留了繁育之初 希望杜宾能护卫主人的初衷 因此早期德系杜宾凶悍到只认一个主人 甚至已经到了在公开场合必须戴嘴套的地步 20世纪初期 美国人将杜宾引进后 伤人事件评除 1935年 美国繁育者希望去掉杜宾的好斗 和对陌生人的敌意 让杜宾变得友好起来 至此 美系杜宾诞生了 因此德系杜宾更擅长工作 看起来更凶猛 骨架和肌肉更宽厚 走了黑暗硬汉风 目前用杜宾作为警犬的大多都是德系 虽然现代德系杜宾犬也去掉了一些好斗性格 可依旧不容美系杜宾犬适合当宠物狗饲养 而美系杜宾则体型稍小 偏向于宠物犬 更友好 属于优雅肌肉风 类似于帅气小鲜肉 但不论是德系还是美系 杜宾血统里的护卫本能是去不掉的 帅是真的 对同类不友好也是真的 运动量大 不然拆家更是真的 所以杜宾不能栓养 会被激发凶性 不能打 不能教育太过 不然狗狗没自信就会飞鸡耳 看起来没气质 且要从小做好社会化训练 不然属于闯祸小能手 综合评定 推荐喜欢户外运动 且性格开朗 有一定训犬经验的禅食官饲养 新手和女孩子不推荐 值得一提的是 我在翻译德文资料时 看到了一句评价杜宾聪明好训练的话 他比没有经验的训犬是更聪明 所以也就有了没有不好的杜宾 只有不好的主人这一说 你撇 你细撇 其次很多人觉得杜宾不掉毛 你错了 掉 而且毛发是硬短毛 举个例子 金毛的毛会浮在你的衣服表面 胶带一沾就掉 杜宾的毛则会像针一样 扎进你的衣服里 很难清理 最后 如果实在想养 养美系 下期把什么狗你们说了算 评论区见